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欢迎您大家好 感谢收藏三号场书为您带来的刀塔尔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18年刀塔尔亚洲邀请赛DAC的比赛 这个是总决赛BO5第二场老干爹对战迷你司机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搬选 这场比赛是迷你司机拿了小小黑 搬人方面迷你司机这里上是搬掉了全能兽王和一个TB 老干爹搬掉的是小强先知和黑鸟一抢大屁股 一抢大屁股 看一下老干爹一抢大屁股以后第二手是拿出了一个萨尔 迷你司机这边选择的是在小小A以后 我们接着往后看看双方的这个阵容的一个思路 老干爹这场比赛这个阵容 单纯的就前两手英雄来说的话 还是一个三五的男人很稳健的一种一个思路 迷你司机的小小呢 牧师和三兵用概率高一些 牧文用小小的次数相对来说少一点 感谢各位观众大佬的打赏 眼角城的车票 银丧的竹子 朝阳的666 老文旦的问号 所悟的竹子 王笔赛米尼司机在第4守班楼 搬掉的是虚空,然后老干爹搬了一手土猫 看看将比赛在第五手,第五手,迷你自己这儿搬掉的是一个大胜 还是在针对这个AME 英雄模型不见了,你们不要着急,这个是观战bug,一会儿就好了,不要慌 就是观战bug,一会儿就好了,再选一个人,只要选一个人出来,然后这个人员的画面重新读取,不要着急 第三手,迷你司机选人还在等 迷你司机这场比赛,从上一场来看的话呢,阵容上拿出来的问题是比较大 这场比赛呢,老干爹就是放你这个穿成甲,放三兵的穿成甲,你要愿意用就接着选 但我倒是觉得三兵这个穿成甲没必要说第一场比赛输了第二场比赛就不敢用了 因为上场比赛其实主要出问题的并不是穿成甲这个点 而是你在拿出穿成甲以后后边最后一手配的是一个VS的大哥位 导致在整个团战的时候,就是你整支队伍唯一的输出点是一个DP 你穿成甲又不去出这个标枪金箍棒之类的这种输出装 最后导致自己的团战的时候输出严重 第三种拿出了一个小娜家 拿出小娜家,小娜家加上AA,再加小小 老干爹这边拿出第二手,拿了一个萨尔出来的话 米尼斯基这个小娜家配谁啊 这场比赛米尼斯基这个阵容还是出现了这个输出不足的一个问题 他拿这个小娜家的话,应该是一部分是为了去 呃 抢到小娜家以后呢,不让你这个小娜家加萨尔的组合形成 这边老干爹拿米尼摩了 米尼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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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尼摩了也不输出 因为前期这个阵容 老干爹这种明显萨尔带大屁股的话 团战输出有点缺少 全都是D型型的这种 B型的技能 没有这种 呃 能够去针对对方 某一个点爆发的一种技能 缺少一些 而得影魔这个英雄拿出来去打对方 小娜家小娜家的战术呢 可以在小娜家在睡着自己以后 直接做一根BQB 可以先开也可以后开都可以 米尼斯基拿飞机 呃 牧师的飞机这应该是 牧师的飞机小娜家加上AA 然后这样的话 两个酱油在前期可以在飞机这一路 找到一些击杀的一个机会 但是输出还是不太稳 米尼斯基这个阵容现在输出还是不太稳 前期对线的时候 仍然是有比较大的难度 这张比赛现在老干爹在阵容上面感觉 呃 怎么说呢 呃 看起来是米尼斯基这个阵容要扎实一些 但是现在前期还是有点乏力 前期还是乏力一些 大家说老干爹的BP是不是比BP也好 老干爹现在的这支队伍他的BP主要还是因为 呃 怎么说呢 就这支队伍 如果你仔细去看老肥杨这帮人的话 他们这支队伍的个人水平 呃 几乎都是中国现在最顶尖的状态 那5号位的NOWA感觉目前是一般 我个人感觉他现在是一般 但是 呃 FS4绝对是现在中国最顶尖的水平 Maybeat中 呃 现在就是国内最顶尖的水平 没有之一 虽然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认为SCC的状态 是可以去接替这个Maybeat成为中国第一 但是现在这个SCC啊 状态下滑的不是一星半点 而ORI的目前在中路的这个表现 跟Maybeat相比的这个稳定性 还是要差了很多很多 ORI确实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中单 这个不假绝对承认 当初我特别看好多宝这个战队 也跟ORI的这个中单 实力非常强劲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现在ORI所体现出来的这个 呃 上升的这个程度 提升的这个程度和空间 我个人认为仍然是不如没必 AME的一号位呢 就属于是有的时候容易迷路 但是他呢 只要不迷路 就是说白了AME他不迷路 他绝对是最顶尖的一号位之一 怕的就是他迷路 他的这个在一场比赛当中 他的状态是他的实力求度的状态决定 他这场比赛只要不迷路状态好 他实力绝对是最顶尖的一号位 在中国 最顶尖的一号位之一 而且他的英雄驰 AME的英雄驰 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的话 他是唯一一个你半步光的这个一号位 就这场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两场比赛 在迷你四季都是在针对这个AME的一号位 但你针对不满 TB虚空和这个大胜小狗 这四个英雄都是在针对这个AME在搬 你就可以想象这个AME在他 在这一支队伍里 他的这个英雄驰有多少 而在这样比赛 AME又拿出一个巨魔战将 巨魔战将这个英雄也是AME的巨魔之一 他是中国在所有一号位的选手里面 英雄驰最深的一个 没有之一 这点是要承认的 中国其他的几个这种一号位 包括绝者 绝者他的一号位 其实是适应了很长时间 他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一号位 就是小鱼跟蚂蚁两个英雄打得还不错 其他的英雄拿一个黑一个 然后呢 其他的这个中国队的一号位选手呢 包括还有这个 赛拉 赛拉大家都知道 对吧 赛拉的这个英雄大家都知道 那么目前中国的强队 就是VGVGJ和这个老干爹 这几支 其他的战队现在 牛逼 摸给他的一号位 英雄驰 深是深 但是这个选手上线 也就到那了 真的是上线也就到那了 莫娜也就别提了 老肥羊这支队伍现在一点成绩都没有 你等他出成绩再说吧 Bernning都退役了 你别拿一个退役的人来比啊 退役的人都不要比了 我只是说现役的 而且能够打出成绩的这些队伍 以这些队伍作为衡量标准 咱们比赛最后一手拿出的马格纳斯 中单的小巧 然后三大兵的马格纳斯 牧师的直升机 甲脖子那家海妖 最后小你拿一个马格纳斯这个英雄出来的话 呃 他是有一个马格纳斯的大招配合的 就是小男家大 配马格纳斯大 配飞机大 配这个AA大 配小小的VT2连 有是有这样的一套 有一套搭配 但是实际上 迷你司机的这场比赛这个阵容 如果单纯的就这场比赛的阵容而言 我个人还真是不大看好啊 讲道理的说 因为这场比赛 迷你司机仍然是有一个 这个输出打出来的太慢的这么一个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场比赛大老师 看看一会儿看上大老师的表现 大家说你能大点声吗 不带声 不带这个耳机声音好小 那行 那我还是把这个 音量增强再开的高一点吧 因为现在这个声音好像确实是稍微有点小 你们可能觉得 好了那么这样的话 声音应该是比较大了 我把这个麦克风稍微离远一点 麦克风稍微离远一点 要不然你们听着这个声音 肯定会觉得震的好 好了这样就应该可以了啊 现在这样的话声音是不是好一点了 现在声音好了是吧 行那就这样了啊 这样的话就是增强的稍微有点多 我控制一下自己说话的音量 说话的音量太大的话你们可能会 扛不住啊扛不住有点 没必这样比赛一上来就是直接公平语音嘲讽啊 可以可以看看大老师啊 大老师这场比赛仍然是我们老干爹是不可战胜的 我们老干爹是不可战胜的 开局54%胜率 从阵容上来说的话 大老师给出来的这个概率倒不是特别的高 AME的这个巨模这场比赛 如果上路 迷你司机 这个 两个酱油留一个在上路的话呢 说实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卵 没有什么卵用 甲博子这个地方干嘛 勾兵呢 又是来勾兵呢 迷你司机这三场比赛都是一上来先跑来勾兵 萨尔这里一级是生恶念骗射还是生一个框 看看 给了个电 还是给了个电 放对方去勾兵 嘿 巨模这里一上来都打出来一个被动运 没有补刀斧的情况下还是要电刀的 下路牧师的一上来是被封了下路 但是F5的海民是自己一个人 打不过对方 感觉这样比赛有点小丢针似的 所以刚才上来呢 中路这个小小打这个影模打的也是很凶啊 就是就是逼着你不让你补刀 不让你补刀把你血线压下去 然后如果你要是走太高前了呢 我就有机会能杀你 调整一下你的站位不让你补刀 那么中路的这个影模 这样比现在感觉真的好像有点丢针啊 有点跳针的感觉 下路这里一个导弹追上来嘴到海民身上 向大家过来一个平A 两个平A拿到一血 AME今天生日是什么 大老师在这个老干爹被对方拿到一血以后呢 也是果断的给降了一点这个胜率啊 中路的补刀目前影模只有四个正步 不过这个倒是不着急 因为影模的英雄毕竟 哎呦这个影模 这个影押没有押到兵 被小小干扰了一下自己的这个正反补 这里一个反补 还是在中路的补刀方面前期没办法 要被这个小小押一下 毕竟没有队友来帮 前期要是有 而且影模一般也不希望队友来帮 因为队友不帮的话 自己苦一苦对吧 苦一苦前三波兵 也后边也就这个日子也就能破了 一旦队友来帮 然后对方也来人帮的话 那就麻烦了 这个影模很有可能 就要陷入到一个无限两边 这个互相伤害的这么一个境地 这个其实是影模不愿意 不太愿意看到的 这个是为什么以前曾经经常会有 这个队伍前在前期去挂一下影模 让影模去囤这个灵魂 然后现在没有人这样去做的原因 因为这样去做到最后的结果 其实吃亏了反而是影模这个点 FIA这里被想到大家砍了一个六构以后呢 也是赶紧选择撤退 上过AME目前的这个发育还是不错的 AME在补到是16-8 正发布也非常的高 萨尔在上路的这个宝人还是比较得力 看看下路对大屁股的一波击杀 查理斯这里感觉应该是凉了 网住以后呢 查理斯原地 还下一个火雨 但是没有用 下路这个大屁股的发育 是被对方针对了一下 现在的补刀是9-1 看迷你司机这三大哥的发育条 现在都还不错 这个直播间观众 大喵大喵说吃饭 你这得有一块一年没看到他了吧 这里两个一个影家 两个影家再给一个平衛 海民带着颖魔过来以后 再一个影家还差一下 这被反杀了 我的天哪 迷你司机4-0开局 这被反杀了可还行啊 你们要走啦 那个大家开一下那个自由室 开一下官方欧币啊 我去跟那个老婆孩子说句话 这个反杀可还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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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可以的 这被反杀了 你把护博就杀了 我们是说 搞不什么 不断了 使用 他们机能 这被这样的阻力 是 这被反杀了 这被反杀了 卖了 我们也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了 回来了 继续来看比赛 现在双方的人头数 还是4位0 我走这段时间没有爆发人头 没有出人头 影魔现在在中路的补刀 是31刀 巨魔是41刀 22个反补 飞机在下路目前也是一无解肥的发育 FI这里在骚扰一下甲脖子 但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 恶心恶心 两边酱油互相伤害一下 飞机的等级 小鸟的等级 还有巨魔跟影魔 现在都是6级 飞机升到7了 飞机刚刚升到7级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经济情况吧 目前 经济方面 巨魔是3200 全两敌 飞机2900 影魔是将近2500 小鸟2700 还是自己给他LLB 大老师现在仍然是看好老干爹 在大老师的这个程序宣定里面 我们老干爹是不可战胜的 阿尔上路 上路这个马格纳斯这里差1 一下儿应该是死不了了 最后一个电 上了10格 而且没有打死 飞机这里交大 巨魔被网住以后呢 变远程 捶一波 甲脖子 还是被杀了 而飞机在过来以后呢 则直接被这个 萨尔用一个恶心偏视 给看回了下路 然后看回下路以后 自己想要过来去打一波 这个影魔 海明带着影魔 直接是飞回 飞到了下路的这个野怪 但是妹币感觉还是死了 还是死了 被这个牧师 开着高热火炮给监射死了 这个监射的范围 主要实在是有点太大了 这样的话 现在双方的大哥位呢 一号位大哥 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 无法无天的一个状态 这三大兵推一下 但是自己还是被捶死了 这AME直接选择 就是一张TB 小小应该是来不及 因为小小的一个TB 虽然说比李剧魔亮起来的早 但是在上路 同样被刚刚被击杀的 这个马格纳斯 是TB出来的 这样等于是 无形当中增加了第二张TB的一个时间 大屁股这场比赛的节奏 并不是很好 他中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补经济 好在现在巨魔的日子过得还算是不错 那么这场比赛 就看巨魔的节奏会不会被断 巨魔的节奏被断一两次的话 还是比较伤的 梅比领 我目前在经济方面 只是排在全场第四 而且已经被第一集团拉开很远了 团队经济和人头 目前都是迷你司机领先 大老师的看法呢 现在也是 这个二五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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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也是在不断地 凸显自己二五载的本质 TP这个时间怎么算的具体数值 我还真是记不住了 我以前是记过一次 但是因为太长时间不去应用这个数值已经是忘光了 我忘记了是按照百分比还是按照这个 就来一个增加一个固定的百分比还是说固定的秒数了 第一个是三秒第二个 第二个是4.5秒左右我记得印象当中 应该是 然后再往后就就不知道了 我就没印象了 确实印象不深 因为这个数据从来没有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专门的去提及过 而且在这个DOTA2的游戏的这个声明当中也没有具体的数值的一个显示 它只是告诉你有这个相应的延长 在具体的这个数据是多少我不知道了 大家也不要不要过于难为我 下落这里大屁股老师又被打死了 查理斯这场比赛成为了一个固定的提款机一样的存在 那么经济方面现在是排在双方三大哥的最后一名 AME的这个巨魔现在身上的经济是5400 但是飞机也已经追到了5100多 顶魔现在的经济也只有不到4000块钱 这个经济确实还 哎 这甲脖子这波什么意思啊这是 回头给个网吧 不给网也 没有打出来被动晕 巨魔这边还想追 这里再扔出来一个减缩 海明一个冰墙 但是这个冰墙的距离实在是有点够不到了 没办法 看二五仔怎么说啊 二五仔这边是还是继续小心翼翼的看好老跟爹 生怕自己变毒奶 我看该把了 aca 这边是炽动的 就在不断 中间 炽动的 我们犯量 我们犯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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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犯规到 我们犯规到 看看二无崽怎么装 这二无崽现在是继续看看老干爹 飞机给上一个垫 框轴 框打 哎这 框打 给的 递回来以后也没效果 这No啊这个技能怎么给的这是 垫一会再给框打定位不行吗 好在这巨魔赶过来的位置不错 但是这个巨魔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要被冻住了 冻住以后这里萨尔再给上一个垫 恶念皮士现在三级 CD有点还是有点长 这波仍然是留不住 不过牧师的飞机节奏被断了 而且击杀掉飞机的又是巨魔杀的 这个巨魔的经济线已经来到6700 这种就是大哥之间的互杀是 哎呦 AME这个地方被远程兵给抢了卡了 你还不给他杀了 啊 不解你心头之恨 哈哈哈哈 难逃一死 果然难逃一死 这里AA的大招飘上来以后呢 是拍了一下 看一下上路的伊塔怎么说 上路伊塔被三大兵拆掉以后 现在萨尔在下路这里被飞机过来给上一个导弹 但是一个脸皮士直接钉回去 自己接着风光的逃生 感谢科学家五五开开的两条烤鱼和饭团子 非常感谢 这个时候迷你司机的人头数是6比3领先 但是这个经济上落后一点了 小脚VT2连打一套 NO啊 直接被秒 这里AME往上追 攻击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杀你的这个小脚 这里飞机交代想来大家交代一套技能 聚魔直接被杀了 聚魔这波人头呢 是最后被牧师带走 被牧师带走 那么这样啊 人头数来到一个9比3 迷你司机一波经济反超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波经济反超是打成一波零换三 且杀掉了萨尔和聚魔 而且萨尔是交掉大以后死的 影魔现在继续去努力的提升自己的一个经济 那目前的经济是5500块钱 查理斯这里被VT2连给一套 马格纳斯过来一个波 那这样吧 密斯基是帅先拿到了10个人头 这样比赛说实话 密斯基能先拿到10个人头也是挺神奇的 这个阵容先拿到10个人头 确实是前期打得不够激烈 这里影魔风胀 哎 这风胀想交大以后 直接被对方干了个爽啊 这个没必 没必的这个风胀第一波是过去送了一波温暖 然后诺瓦的萨尔这个位置呢 也是难逃一死 这就有点尴尬了 这连续的被对方击杀了多少个人啊 从6比3直接打成了12比3 连着被杀了6个人 经济差是从领先的不到1000变成被对方领先3000多 这一下送给对方6个人头加差不多4000斤的 中路的一塔这波高破 海民过来留人 但是找的是对方一个有威胁的人 回头被对方给上一个山崩 这里影魔一个影鸭 然后海民直接又是怒送一个人头 哎 你们这个送人头送的有点严重了啊 这老干爹这段时间打的确实是有点迷的太厉害了 老干爹开始已经开始迷路了 已经开启了迷路的状态 看这个大老师都已经大老师都已经开始看好这个迷你司机了 那这个老干爹这样比赛真的难打了 这个AME前机无解肥 然后刚才跟对方飞机拉开了1000的经济差 现在已经是被飞机追平了 影魔这个地方呢 是圣坛呀 不是 这个 maybe 这 刚才中了A大是吗 我没有 我没有看清呢就是 中了A大了是吧 中了A大呢 我没看见 我还在奇怪 我说为什么不吃圣坛 没看见他的那个身上的那个状态 看来我这个 我看小地图的频率 我觉得要稍微降低一点 我看小地图的频率太高了 我这个 这个两边一接触 我第一反应是先看一下小地图有没有人支援 这个太浪了 这位A大了 那就有点无解了 影魔这样比赛第一件选择去出风胀也是为了赶紧加强一点自己这个补经济的速度 影魔必须要去出 有了风胀以后才能保证自己在这个烈士局的时候能够把这个经济靠刷刷回来 要不然的话不能无限的去放自己的影压的话 带线还是比较困难 没看见 刚才那个位置缺失 我现在真的是看小地图看的太多 就是你们看我小的时候 有的时候 解说的时候有些细节的技能没有看清 是因为老去看小地图 海绵又是凉了 没有凉了 这个主要是死太快了 小小这个跳刀过来以后 直接一个二连加上VT二连就秒了 根本就来不及切屏 屏幕滑过来的时候都已经死了 马格纳斯也已经拿到了自己的跳刀加上支配头盔 那么大屁股在下落带一波线 大屁股这样比赛也是选择先出了一个支配 现在又开始人人都开始做支配这个道具 就是支配这个道具 有些英雄真的没必要出 你看大屁股这种英雄真的没必要去出支配这个道具的 这个就是这种习惯性的出装 习惯性的这种出装实在是 太那什么了 双方的经济差现在已经是拉开到了4000家 大老师已经是无限抗好迷你司机了 已经59%了 唉 你们这帮人不要去胡编乱到我的年纪 为什么叫大叔啊 没什么为什么 就是想到这么一个名字就叫了呀 就是想到这么一个名字就叫了呀 没有什么为什么呀 飞机的经济现在已经是跟巨魔拉平 那么巨魔这场比赛由于出装备并不是出的狂战火 他选择出的是双刀 所以他在刷钱的速度上面呢 跟飞机相比呢没有优势 飞带没有优势相比其实还是有劣势的 畢竟飞机是有刷钱技能的 而这个巨魔是没有的 那么这段时间 迷你司机开启了一个优势抱团推的这么一个节奏 大叔应该不到30 你们这些不知道我年龄就不要乱猜了 好吧 不知道男人的年龄和女人的钱包都是不能问的 撒尔这里给人一个垫给人一个框 恶性恶性你 自己在这个附近是有睁加眼的 迷你司机这帮人呢过来以后是直接把你眼给排了 利用这块的睁眼把你的睁眼给排了 用这块的睁眼把你的睁眼给排了 现在飞机的经济实现反超 老干爹这样比赛现在来看的话已经是一点 有点稍微有点凶多吉少了 因为在没有经济优势的情况下 影魔这个英雄是屁用都没有的 没有经济优势的巨魔也基本上是屁用都没有的 没有经济优势的大屁股就是个屁股啊 他就是个屁他就不可能有用 他就剩下屁股了 所以说这场比赛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怎么看怎么输 这里VT二连加A大都没用上 直接小小VT二连双杀了直接 连击刀跳刀过来以后直接是二连加VT 两连击加上VT二连秒杀了 大老师现在已经是开始无限看好迷你司机了 因为这场比赛确实现在老干爹这个 打成这种局面就是想靠着团战去把这个比赛给拉回来 已经没戏了 因为团战本身就劣势 这个阵容本身团战就打不过 现在就是等着什么呢 等着这个影魔跟巨魔两把BKB都出炉以后 利用两个十秒BKB跟迷你司机刚一波 因为在BKB有BKB的情况下 这个迷你司机的输出打在这个 这哥俩身上还没有那么可怕 而飞机其实现在出出已经很高了 而且飞机也BKB了 当然飞机的BKB跟这个巨魔的BKB不是一个档次 萨尔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对方现在并没有视野 但是自己的一个真眼要没了 领魔BKB出来以后看看巨魔的 巨魔的BKB这边还差个100多块钱 但是你看这个就是没有狂战斧 跟有狂战斧巨魔的一个区别 要有狂战斧的话 这波也早就打完了 但是没有狂战斧 一个双倍的巨魔打这个影魔 也要打很久才能打完 巨魔这个英雄之所以一般情况下 不会去撑太多的攻击力 就是因为他对于一个单目标的输出 主要是靠机晕和这个被动锁子 也加的一个攻速 所带来的一个效果 这小小 这里小小开引刀 没有翻引 没有翻引拿对方这个小小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再加上后排有一个小男家 有一个马格纳斯 有AAA 这三个人 团战都是很强势 飞机则是可以去补足一个团战的AOE的问题 老干爹一波藏在这个二塔前的一波开悟 看看这个开悟 应该是双大哥BKB第一波 老干爹这个双大哥BKB第一波 出来直接找人 这个纵作我是比较欣赏的 开BKB 不开BKB杀不到人了 先秒 好 BKB开得太晚了 巨魔开着BKB也是被对方直接要玩死的一个节奏 这里恶念偏事 丁会去对方一个小男家 但是小男家在临走之前已经是给上了网 这样呢 巨魔跟影魔的十秒BKB第一波全部都凉掉 飞机这里再交一个大库来去找一波萨尔 萨尔自己走出来以后 利用一个立场是 框了一下飞机 不过被导弹捶住 AA的大招飘过来 一个波 牧师过来一个平A直接带走 那这场比赛老干爹已经是亮了 其实这场比赛老干爹阵容没有劣势 讲道理阵容上没有劣势 但是这场比赛老干爹在实战发挥上面 打得太扯了 就是人头数被对方从6比3到现在为止打成21比5 也就是说对方在这段时间打了你一个15比2 单纯的从人头数上来算的话打成了一波15比2 经济差已经拉开到了1万加 大老师对于这个迷你司机的看好已经超过了70% 这个双大哥10秒BKB这一波 大哥BKB是不用去留的 你果断去开就可以 这里影魔出来以后呢 又是 又是技能给的不够 应该不能说不够快吧 因为确实这个小小跳树林以后 你要走到足够近的位置再去给框 才可以有可能把对方留住 影魔的经济现在刷起来了一些 这场比赛目前来看 迷你司机还没有马上把老干爹推平的一个能力 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呢 现在老干爹的刷钱空间是个很大的问题 大屁股这场比赛呢 笛子已经出了 笛子支配 然后准备再去做这个 大屁股就要直接开大 开个笛子直接开大 然后呢再下个火雨 这里被小小VT2连扔一下 因为这场比赛有一个海民有大屁股 有萨尔的缘故 如果你想强行上高的话呢 一旦一波强行上高失败 面对着你的可能就是一个无限的追杀 无限的追杀 然后不停的去留住你的关键点 这种节奏一旦出来就哪怕一次 因为现在老干爹的经济劣势 还没有大刀翻不了盘 这种情况哪怕只出现一次 都是可以直接把这个比赛给翻过来的 因为巨魔这个英雄一旦拿到一点点的这个经济优势 他就可以在这个装备成型的情况下 打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吓人的效果 翻盘点是有的 翻盘点肯定是有的 就看这样比赛这个迷你司机上高之前 老干爹还能够把自己的装备提伤到什么程度 影魔这里是在BKB以后呢 补了一把跳 然后开始准备吹羊刀 走一个纯法系影魔 纯法系影魔 这场比赛我觉得 maybe是 他的纯法系影魔是这场比赛翻盘点的开端 但是能不能够翻得下来 就看他能不能真的把这个装备做出来了 在自己被推并之前 这里迷你司机选择的是直接一波开物赵后 真言夹眼扑出来以后 这里看到了两个酱油 被网住以后AA直接交大 其实这个萨尔没必要给这个技能 这边海绵还买活了 萨尔刚才那个位置明显没有必要去给对方任何技能 直接回家就行了 他非但给完那些技能以后 多放那些技能 他放那些技能以后还多逛了会儿街 在那边来回回就多走了两步 这场比赛现在老根尼要面对的就是卖酱油 对方如果开物来抓 抓死一个酱油 自己就是血转 抓死两个酱油自己也可以接受 然后呢就是 这里风杖吹起来 洒粉海绵滚上来 一个大拳头 马格纳斯只定住一个人 开BKB啊 BKB啊 BKB啊 这个BKB开的 哎哟 呵呵 影魔这边直接跳刀溜一波 大屁股第一时间没有去开大 也知道自己这个大招飞不回去 这个就老干爹打的就有点看不懂了 就是他想打 就又想往上上 然后呢又不开BKB 他开了BKB 他不开BKB是为了防止自己第一时间开BKB 直接被对方的这个小大家给绑住 撒尔这会儿直接框大清兵了 框大清兵 TP没CD 还好自己藏的这个位置还是比较机智 没有让被对方的这个小妖给找到 张比赛现在双方经济差至13000 然后 大老师对于迷你司机的这个信任已经高达84% 影魔这里继续去刷自己的羊 张比赛 但是杨刀这个道具在团战的时候不能给小小 小小就是靠着跟他硬钢钢死他 杨刀一定要给飞机 其实刚才这个地方他不开BKB 是为了防止自己在开BKB第一时间 小大家给上一个网 你想大家给网的话 你等于这个BKB就白费了 但其实你早开BKB和晚开BKB 对方都会给你网 影魔跟这个 巨魔两个人的经济 现在是14000多 变化了 中路的二塔高破 下路二塔高破 下路 是下路中路 中路 中路我记得好像是中路二塔 中路二塔高破 这里巨魔在上路拆掉一个上路的一塔 开塔房 大屁股下火雨 这火雨往前下那不行 下路就这么放了 你反引呢 小小这个时候已经有了BKB 加引刀联机刀双刀 海民直接被顺秒 下路放了 这小小过来以后 VT 这里BKB 开起来 小小 被捶死 A的大招砸到 砸过来以后看一下 玛格纳斯一个大招定住 这里被影魔一个吹风吹起来 这里开BKB 直接一个波带走 而且这个地方 影魔感觉也很危险 影魔要被这个玛格纳斯双杀了吗 要被玛格纳斯双杀了 老格纳已经GG了 老格纳已经GG了 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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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没有人 多少人回家 玛格纳斯一个人回去 加上小小一个人回去 这两个人回去 直接把这两个大哥 留在那个地方打不过了 正面团一下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 双方第二场比赛很快的就结束了 我是桑桑达 说咱们稍住休息一会儿 带来双方第三场的比赛 这样的话双方第二场比赛结束以后 比分是来到了一个1比1平 那我们静待第三场 感谢各位